原本平静祥和的小镇 突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墓地里的尸体竟然全部复活 变成了嗜血成性的丧尸 而引发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却是一家开采地下资源的钻井公司 在小镇上的一处工地里 工人们正在火急火燎地进行钻井作业 无料却突然钻出一个巨大的洞穴 负责人罗德健壮 立马就叫新来的布莱克下去看看 来到洞里后 布莱克用手电筒怀顾四周 却看见了一具被铁链绑起来的干事 出来后的第一事件 布莱克就选择了报警 可罗德却指责他擅作主张 要是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工地的施工进度 上面肯定会找他的麻烦 于是罗德让布莱克回家休息 决定自己来应付警察 不久之后 警察麦克便赶到了现场 可面对他的询问 罗德却谎称是工人看错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类的尸体 而是一具动物的尸体 但麦克却说既然都已经来了 就一定要亲眼确认一下 否则是不会走的 无奈罗德只好妥协 将安全帽交给麦克 可他转身就向公司汇报了情况 麦克还没来得及下去 就接到了总部打来的电话 叫他立刻放弃调查 原来这个项目是现任市长支持的项目 这几天正是大选的日子 市长不希望在关键时刻出现任何问题 面对上级的施压 麦克只好返回 但在工地门口 他却刚好遇见了正准备回家的布莱克 得知是布莱克报的警 麦克便让他帮忙想办法 把自己送进洞穴里去 罗德这边刚准备再次开工 钻机就出现了故障 正是布莱克搞的鬼 趁着工人们抢修的间隙 麦克利用绳索进入了洞穴 他拿着打火机四处观察 很快就顺着锁链发现了那具尸体 可这时钻机也修好了 害怕被发现 布莱克赶紧将绳索扔了下去 但还是被罗德察觉到了 看到地上的电线 他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于是当场就给了布莱克一拳 下面的麦克刚解开尸体的面具 钻机就再次动了起来 麦克大声呼救 却浑然不知身后的尸体睁开了双眼 毫无防备的麦克被一把抓住 他试图挣脱束缚 却被一口咬断了手指 镇上的人们丝毫没有察觉 一场丧失危机即将来临 殡仪馆里 女员工劳伦正在处理一具 刚死不久的尸体 一只手突然出现在身后 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是殡仪馆的老板秃头 他告诉劳伦自己 一会有事要先走 所以打算让他单独完成 接下来的葬礼 劳伦听后非常高兴 因为对于保时期的他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表现机会 可徒头刚离开 准备继续工作的劳伦 却发现尸体的眼睛莫名睁开了 劳伦并没有多想 立马将眼睛合上 很快他就将葬礼现场布置完毕 处理好的尸体也放进了棺材里 接着他拿着一件礼服 来到更衣室准备换上 却并不知道老徒在这里安装了摄像头 此时正在用手机猥琐地看着他 但就在老徒看得起劲时 突然就听到一阵异响 做贼心虚的老徒来到外面查看 却又什么都没有看见 以为是老鼠的他正准备返回 不料一旁的棺材板突然关上 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就被什么东西拖走了 等到劳伦换好衣服 前来悼念的死者家属也来到了殡仪馆 并且表示要看死者一眼 可当劳伦打开棺材时 却发现里面的尸体竟然不见了 他以为是秃头故意搞的鬼 于是就来到地下室的停尸房寻找 结果并未看到尸体的身影 只在地上发现了他掉落的手机 劳伦小心翼翼地走向秃头的办公室 可敲门也没有得到回应 他刚推开办公室的门 就看到秃头早已惨死在里面 这时外面的家属已经全部来起 并且开始催促劳伦 劳伦不敢声张 只能尽量找借口拖延时间 不料就在这时 走廊里却传来声响 劳伦撞着胆子上去查看 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那名死者竟然复活了 劳伦吓得赶紧逃跑 尖叫声惊扰了上面的家属 他们开始呼喊劳伦的名字 没想到却把丧尸引了上去 为了防止丧尸去攻击家属 劳伦赶紧上前阻止 眼看不起作用 他只能踩在丧尸的身上爬上去 准备去通知他们赶紧逃跑 殊不知就在外面的墓地里 负责除草的员工卡姆 也同样发现了异常 墓地里似乎有动静 就在卡姆好奇地趴在地上仔细听时 一只哭手突然从里面伸出来抓住了他 紧接着又有几只哭手 纷纷从墓地里破土而出 卡姆好不容易挣脱束缚 却发现丧尸已经布满了整个墓地 更可怕的是 还有更多的丧尸正在从土里钻出来 卡姆被这一幕吓坏了 这些尸体到底怎么了 他赶紧驾驶着除草剂开溜 途中还解决了几只正准备钻出来的丧尸 可还没高兴太久 就因为撞上一块凸起的石头侧翻了 好在丧尸们的速度并不快 他急忙起身跑向一旁的殡仪馆 并关上铁门将丧尸挡在了外面 与此同时 劳伦已经被丧尸追到了一楼 他刚跑进灵堂 就被追上来的丧尸扑倒了 还不慎被咬了一口 吃痛的劳伦拼尽全力将丧尸推开 起身拿起一旁的灭火器 在家属们的见证下 将死者再次打死 显然家属们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说要投诉劳伦 好在这时卡姆也来到了这里 他告诉劳伦外面的人都复活了 刚刚解决一只丧尸的劳伦并不意外 突然外面响起撞门声 老头拉开门帘一看 正是那些复活的丧尸 劳伦见状赶紧叫所有人前往地下室 躲到了存放尸体的停尸间里 可就在众人以为安全时 身后的停尸柜突然响了起来 没想到这里的尸体也复活了 劳伦安慰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停尸柜只能从外面打开 除非哪个老六喜欢作死 否则丧尸根本不可能出来 可这时卡姆却发现了劳伦身上的咬痕 作为一名资深的丧尸片爱好者 卡姆表示被咬也有可能会变成丧尸 此话一出 一旁的家属瞬间就慌了 立马将枪口对准了劳伦 劳伦表示自己很清醒 不可能变成丧尸 而卡姆也解释不一定会感染 也有可能死了之后才会发生变异 就在他们为此争论不休时 没想到一个作死的老六 却真的打开了柜子 JESUS DALE WHAT DID YOU DO NOTHING HAS STOPPED JESUS DA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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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